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不小心就跌落了床下面 当时还有感觉到他的肋骨是撞到石板的 他说非常的疼痛 不过因为他隔天还是有工作 所以他就忍着疼痛并没有去看医生 一直到工作结束 他说他的肋骨有咔嚓的一声 当时他就到医院去检查 不过医院检查出来说 他的骨头没有裂也没有淤血 后来他再回到香港之后 又再度检查才发现他的左松第四条 还有第五条的肋骨是断裂的状况 接下来这位是职棒选手林承勋 他之前在比赛过程当中 跟其他选手发生冲撞 当时他说非常的疼痛 他在地上打滚 甚至有一点点不能呼吸 到医院去检查才发现 他也是左侧的肋骨是骨裂的状况 医生告诉他 你至少要休息一个月才可以康复 还有一位是高尔夫球的选手 他当时也是常常打高尔夫球 觉得应该只是单纯的肌肉伤痛 然后到医院去做一些深层的检查 但是没有发现他竟然是脊柱 还有肋骨是有骨折的状况 医生就怀疑应该是跟他过度使用 引发疲劳性的骨折 其实我们会发现肋骨骨折 你看永远的女神林青霞 她说一开始还可以撑着 完成他的表演 然后这个职棒选手一骨折 他就痛到在地上打滚 就是据说骨折的位置不同 可能疼痛的状态也是不一样 肋骨本来就是胸阔 上天赋予我们的一个胸阔 然后让我们能够拥有一个 很好的肺部扩展的空间 如果说被撞击下去之后 尤其撞击点上 如果大于他那个骨头 能够支撑的力量的时候 骨头就会有骨裂到骨折的情形 因为我们疼痛的时候 到医院去照S光 毕竟S光是把一个立体的东西 变成平面化来呈现 有些时候刚好照的角度 如果是不太理想的时候 就可能会被忽略掉 是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 林青霞刚刚一开始的案例 他说一开始他在不舒服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有去医院 也做过S光 据说S光真的可能不一定 在最初期的时候看得出来 对 因为肋骨本来就是一个 相对松软的骨头 那它裂掉的时候 它可能还没有办法 很明显地在影像上呈现出来 那经常是两三天后 到一个礼拜左右 那个断断附近的盖子 有一点点流失之后 再来照第二次的S光 就更容易看到 那通常多久之后 看会比较明显一些 一般如果说第一次没有看到 第二次应该在一个礼拜左右 应该就会相对明显 那如果临床医生发觉说 平面的S光照不到的时候 我们有些时候会照斜角的 肋骨S光 换一个角度去照照看 就可以 如果还是有担心的话 才会启动电脑断层 用电脑断层更精密地去解析 是 所以如果 假设观众朋友 你在这个真的撞击到的时候 一开始医生说没有问题 但是一周后还是觉得不舒服 其实还是可以回医院 跟医生商量 对 那有些民众 甚至会要求医生就是说 那直接帮我照个 那个核磁共振扫描好不好 对 核磁共振扫描反而会因为 精密度太高 会有那个假阳性的风险 对 有些时候 医生会利用比较精密的 不同角度的S光 或者是电脑断层 大概就可以比较 有效地检查出来 那民众过度要求 要用核磁共振 有时候是不必要的 是 那肋骨骨折 一般来说的话 医疗上会建议怎么处理它 绝大多数的肋骨骨折 其实是可以经由保守医疗 几个礼拜以后 它就会愈合起来 那大家可以想象 我们的肋骨 大家如果去吃那个牛排 那个牛肋排 它其实是很多根的骨头 被镶嵌在很好的肋肩肌之间 那如果只是断掉 它就算是断掉了 没有移动的话 肋肩肌巩固着它 其实还是会慢慢愈合起来 那肋骨是一个 相对血流丰富的骨头 一般在四到六周之间 就有效地能够 达到一定的愈合起来 疼痛感就应该会 下降下来才对 是 不过你可以看一下 有一些肋骨的位置 如果你真的撞到 或者是骨折的时候 可能会特别疼痛 比如说第七节到第十节 或者是侧面的肋骨 如果骨折的时候 你可能还是要特别小心 有些该做的一些预防 或者是刚刚说的保守治疗 就是好好的休息 好好的固定 还是需要的 刚刚说第三个个案 它其实是高尔夫球选手 很多人都会印象它有跌倒 它没有跌倒 医生后来给他一个诊断 叫做疲劳性骨折 想问一下侯医师 什么叫做疲劳性骨折 好 疲劳性骨折 其实就是跟外伤不太一样 那外伤有些人说 你什么时候撞到 你到底有没有撞到 你没有撞到 那我可能要想 不是撞到的 那像这种运动选手 我们又担心 它是疲劳性骨折 就是过度使用导致的骨折 就是反复的动作 比如说有些运动就很常见 其实遇到这种胸痛的问题 又是运动选手 我们看到就是头先痛一下 为什么 因为我们通常都知道 S光照不太出来 然后我们就要跟他说 你这个可能要再观察一阵子 如果很痛要再回来看看 或是超音波会看一下 因为通常都看不太出来 就是要很仔细的时候 或者要过一阵子 我们才看得出来 像刚才周医师有讲 一个礼拜 比较会看得出来 那我们像有些棒球选手 像这样子头 或是一些网球选手 常常做这种动作 那这种 通常就是根据上臂的过度使用 它会有第一肋骨 第一肋骨在凹槽中间 比如说锁骨中间 这个可能就会有疲劳性骨折 那这个是因为我们这个肌肉 一直收缩 一直拉它 所以它会是惯用手的地方骨折 对 它就一直使用 所以这个可能肋骨就被拉出骨折 那我有一个病人是划船 划龙舟 它是这样子划 也是手臂在用力 它每次划船就划几千下 划一划这里就很痛 当然一开始觉得是筋膜炎 后来帮它照X光 就发现也是骨折 对 所以这个很常见 或是游泳 游蝶式的 这样子游 游泳也可能会骨折 高尔夫跟根本不用讲 他们也是这样子 高尔夫我比较不会打不好意思 这个我比较不会打 但是他们都是反复的这种 旋转的收缩动作 都跟我们整个胸腔的旋转有关系 所以过度使用 其实都有可能会瓢性骨折 那这里我就教大家 就平常要怎么样预防 这个瓢性骨折 或是你已经有骨折 你好一点了 休息一个月之后 好一点之后 你要做什么伸展运动 那么第一个动作 就伸展我们侧边肌膜 因为肋骨在侧边 我们就做一个跳舞的动作这样子 这真的好美 搭雷舞 这就伸展到我们侧边 那你可能可以觉得 这样子再伸展多一点 但维持的大概三四秒左右 就可以伸展我们的 这个叫身体侧线筋膜 就跟我们的肋骨是最有相关的 那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两边都可以做一下 大概伸展个三十秒左右 觉得这边酸酸的 这是正常的 那第二个是胸椎 胸椎为什么很重要 胸椎跟肋骨完全黏在一起 所以你胸椎如果活动度好 其实就比较不会肋骨折 压力就不会累积在其中一个地方 那么第一个动作可以做这样子 尽量包一个水桶 然后把胸骨的地方推到最后面 这样维持个十至三十秒左右 这样是胸椎往后 那么反过来 胸椎往前推 就尽量推到你的最最顶的地方 你就会觉得你的背后紧紧了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 反复的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子 其实就可以增进我们胸椎的活动度 可以减少我们的脾腰性骨折 是 当然我们肋骨疼痛的时候 都会感觉到胸部这边痛痛 不过当我们一般胸痛 都会觉得应该是心脏的问题 舒瓦你说 其实当我们胸部痛 还代表着我们其他器官也出了问题 对 因为其实以我们内科来讲的话 其实很多病人可能来到诊间 就会讲他的胸痛 胸痛的话 其实我们这一整个胸阔里面 当然包含 比如说你可以考量心脏 肺 胃 然后甚至刚刚讲的肌肉骨骼 甚至有时候紧张就会胸痛 所以其实根据他的特性 还有发生的位置 的确我们可以做一些辨别 然后指引大家说 应该往哪个方向再继续探究 比如说如果有些人他在讲说 特别是比中间的地方 然后有一些烧灼感 或者说好像恶心恶心的 然后胸口闷闷的 大概有时候跟肠胃 胃酸的分泌 胃食道拟瘤可能有关系 那像大家比较担心的 胸痛就是心脏 这个问题的话 通常他会比较难指出一个定点 当然如果范围的话 大概也会比较偏左 可是他通常很难指出 就是哪里哪里 那通常会有点像 胸口压大时的那种 然后可能会牵扯到 就是比如说下巴 或者是左上臂的地方 那这个可能就是跟你讲 你的心脏可能有一些 缺氧的问题这样子 那当然有一个 更严重的心脏的这种胸痛 它的表现是说 病人觉得他好像 前伸到后背的地方 有这种撕裂般的一个 刀割的感觉 那这个就是 可能也暗示着 是不是有一个主动脉剥裂的现象 是会致命要赶快送医的 那其他的话 假设如果是肌肉骨骼疼痛 通常来讲 要比出一个定点比较容易 然后它可能也会随着你的 比如说姿势的一些转换 它可能引起一些 不管是患步 或者是肌肉骨骼本身的一些 牵扯等等的 所以就可能会有 姿势上面变化 而造成了一个舒缓 或者是加剧 一个现象 那还有很多人会觉得 比如说 是不是肺癌 对 那当然肺癌的话 它刚开始初期的症状 通常是五症状 等到你真的是常常有 胸痛的状况的时候 通常譬如说九颗不愈 甚至咳血 体重减轻 它还会合并其他症状 对 会并随 就是合并出现 对 所以胸痛的这个原因 白白肿 所以其实真的有胸痛问题 也不要自己多加垂策 可能找医食 对 其实除了许医师刚刚提到的 我们说肠胃 或者是心脏 或者是外面的肌肉以外 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胸 会在保护的什么 就是保护刚刚提到的肺 保护它的就是我们的肋骨 所以有些胸痛 周医师你说也可能是肋骨 或肋软骨的问题 甚至是里头的肺也出了问题 对 因为如果是长期知识不良 或者是其他因素 导致肋肩的软骨发炎起来 也是一个疼痛的理由 有些时候甚至是感冒了肺炎 而这个肺炎没有有效被控制下来 而往肋肩的这些肌膜传递的时候 也会导致 有一些感染会造成肺部就会很疼痛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少的 但是其实在老人家常出现 甚至有些是带状炮疹 那个胸肩的神经被刺激到 然后老人家也会有那种 异常的这些胸部疼痛起来 是 不过周医师我想问一下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可能肌肉痛 神经痛 或是内脏痛 它如果是民众应该怎么去做个 简单的区隔 有些时候民众真的很难去区别它 因为它就是用痛来表现 如果说是合并的有咳嗽 有这些痰多的情形 我们可能会往感染的方向去想 如果像这个林清霞女士 她有撞击的病史的时候 你会往受伤的方向去想 比较可怕的就是说 像有一些骨转移 不知道 但是胸扩上的肋骨 是很容易被转移过来的地方 这个有些时候就真的要借助 医生在做比较专业的鉴别诊断 是 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有软肋骨炎 有肋膜炎 还有一个东西叫做肺酸膳 肺酸膳也会出现胸痛的状态 一开始的时候肺酸膳会唤气不良 而导致病人会有意识改变 或者是呼吸困难来表现 一直要到很严重之后 因为它唤气不过来 过度的使用它的肺热肩肌 要去得到有效的换养过程当中 才会引起疼痛 应该是后期的肺酸膳会出现 而且其实不一定每个肺酸膳 都会出现胸痛的问题 所以其实简单来讲 如果你有胸痛的状态 我会建议你可能要先把 你最近有什么病史跌倒 你有感冒 有咳嗽 也同时告诉你的医生 但是就是如同刚徐医师提到的 有一些肺痛可能是癌症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真的肺痛的时间 真的比较久一点点 还是要去找专门的医生去做个评估 是 但如果你去看了医生 你都没有这些状况 但是你还是感觉到 胸部有点闷闷痛痛的 要看一下你的肋骨是不是外翻 治疗师我们要怎么样检测 我们自己肋骨有没有外翻 最常发现的肋骨外翻 它其实会从外观可以看起来 穿衣服的时候会觉得 肋骨这两边好像秃秃的 我觉得我好像有 那不是瘦的女生都有吗 对 但是那跟体态比较有关系 因为我们站姿的时候 如果比较骨盆前颈 你就会把肋骨翻出来 这个其实代表你比较骨盆前颈 核心没有收紧的一个征兆 所以通常会出现下背容易疼痛 肩膀的活动度会变得比较差一点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需要做一些呼吸的训练 以及腹部核心的训练 让你的核心可以把你的肋骨抓回来 不要让它往前整个飞起来的感觉 那今天教大家几个运动 第一个动作呢 我们要先躺着 躺着之后呢 把我们的双脚膝盖弯起来 躺下去的时候呢 要记得让你的腰贴到床上 贴床上这个动作 其实叫做骨盆后勤 贴到床上之后呢 我们可以先深呼吸 吸气的时候 让你的整个肋骨扩张 吸气 好 吐气的时候呢 让你的肋骨往内往下推 往下往内推哦 对 你会发现 你一往内往下推 它就整个陷下去了 肋骨就被拉下去了 粗的动作呢 是你一躺下来 你会发现 你从肚子往上摸 你的手就被肋骨挡住 这时候你的腰还空空的 这个就是一个骨盆前傾的一个动作 所以呢我们要记得 一定要让腰贴紧你的床面 然后吸气扩张 然后吐气的时候 让肚子往内往下 把你的肋骨往下拉 这动作蛮舒服的 去练习你的腹部 拉住你的肋骨 当你已经练习得还不错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搭配一些臀部的训练 我们一样 把屁股慢慢地往上抬起来 这个时候呢 一样吸气 吐气的时候 往内往下拉 所以做刚刚一样的动作 对 一样 重点就是要让呼吸 去带动你的腹肌 把你的肋骨往下拉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当你练习够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慢慢地变成说 我一样躺着 然后肚子好好的收着 然后我们可以把手 往上举起来 但肋骨也不会翻起来 当你如果完全放松 核心没有用力的时候 就会变这样 这个时候肋骨就会超级明显 肋骨就外翻了 就会凸起来 所以要练习说 我们把肚子收好 然后用呼吸把肋骨拉下去之后呢 吸气 吐气的时候把手举起来 这时候肋骨就会是平的了 对 那这件事情呢 我们要融会贯通到日常生活当中 所以我们也可以练习站折的时候 站折的时候呢 一样我们就先让我们的骨盆呢 放在正中位置的地方 千万不要前傾 不可以前傾 收小腹夹一屁股 让你的骨盆可以收回来一点点之后呢 我们两只手确定 你的肋骨已经陷下去了 我们可以一样搭配呼吸 先吸气 吐气的时候把手举起来 然后感受肋骨往下压 如果你肋骨要往下压的话 它就会是平的 但如果肋骨没有往下压就会 就会变这样 对耶 对 所以要记得 我们可以比较简单的方式 就是吐气的时候再把手举起来 去感受那股肋骨往下压的力量 慢慢的让它融会到你的生活当中 它就会乖乖的待在里面 不会一直翻起来 你的下背痛啊 你的肩膀不顺啊 很多问题都会因为你呼吸而改变 然后就你可能就人就好了 对 这蛮常遇到的 是 大家可以学下这个 我们说肋骨帮助的一个核心 肌群的运动 那就最近其实感冒很盛行 很多人动不动就咳 所以你知道吗 有人竟然咳着咳着 竟然咳到肋骨骨折了 发生什么回事 广告回来告诉你 长者是宝需要陪伴与照顾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 常常我们听到肋骨骨骨折 通常都是在发生车祸 比较大的撞击情况之下 才会发生 不过有一些人只是单纯的咳嗽 竟然可以咳到肋骨也骨折了 这位就是日本的女艺人 她之前入住温泉的饭店 两个晚上她回程之后 就开始一直咳嗽 当时她是有去看医生的 医生也告诉她 这只是一般感冒 多做休息应该就可以 但没有想到这咳嗽 竟然咳了一个月的时间 甚至她咳到连肋骨的部位 都有疼痛感 后来又带回到医院去看医生 医生一检查才发现 她原来右边跟左边的肋骨 通通都裂掉了 是因为她咳嗽过度所造成的 还有一位是高姓女子 她之前在坐公车的时候 上车的时候卡都还没有刷 司机这时候就马上起步 又紧急刹车 导致她往前推撞 让她的肺部磋伤 连肋骨都断了四根 而且还有气胸的状况 当时她是有对业者提告 也有获到赔偿金 另外还有一位阳性男子 他在骑机车的时候 一次发生车祸 当时翻三圈之外 还撞到了安全岛 她的左胸十二根肋骨 是全断了状况 而且胸阔是整个变形 变成严重的连加胸 后来经过手术 用钛合金骨板进行手术 最后连肺部撕裂伤也都处理好 目前是在康部当中 我们先问一下 因为其实日本女性 她当时的症状只有咳嗽 结果最后竟然是左边跟右边 各自有骨裂跟骨折 侯医师咳嗽我们很常见 怎么会严重到变成骨折 听起来咳嗽咳到骨折 是不是有点夸张的 有点夸张 其实我看刚才那个女性 她看起来很瘦 那这是危险因子 那很瘦肌扫症 你要小心 第二个就是可能 在四十几岁五十几岁的骨鬆 骨鬆的风险 她如果又咳一个月 比如说她得了什么白日咳 不过那小朋友 梅浆菌 COVID的 都有可能咳一个月 其实咳一咳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左右肌肉 其实我们吸气呼气 都是要用到里面的肌肉的 所以你如果一个一直咳一直咳 你就一直吐气 就肌肉会一直拉那个肋骨 其实你咳一咳 可能一天咳个一百次 然后再咳三十天 三千次 拉一拉 你的肋骨就骨折了 所以这个是有可能的 所以咳嗽这样的骨折 这个是学理上是可以解释 那第二个很常见的 就是比较平常的人 有时候我打一个噴嚏 它就会这样子对不对 它可能会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也是肋骨骨折 因为这是强力的收缩 肌肉要强力的收缩 它横隔膜要往上 然后它请我们的东西往前 我们肋骨就折了一下 所以比较脆弱的 这个柔软度比较不好的 可能就啪 它就会听到一个声音 咔咔的声音 它就要来照S光这样子 那第二个就是如果是长辈 你要小心它是不是打喷嚏 咳嗽之后整个背很痛 那我们通常会敲一敲它的脊椎骨 用震动诀去测试一下 它是不是腰椎骨折 如果你很轻轻的敲 它就很痛 或是一整片的疼痛 通常你就要小心是不是腰椎骨折 因为我们往前的时候 这个整个腹部压力就刚好这样 跟它对冲 所以就有可能 它合并有骨质疏伤的话 就有可能会腰椎骨折这样子 所以就是我们要注意 如果有些危险因子 就是咳嗽咳到骨折 这不是不可能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过的 骨质疏伤 或是肌扫症 它看起来就是一个比较瘦的人 就是危险度就比较高 那红质要特别注意 它因为某些因素 长期使用肋骨折 所以这个一定会骨鬆 那像肋风式 性关节 这个也是很常见 那如果你真的有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剧烈 我突然很想打分替 但是我很怕骨折 那怎么办呢 那第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先稳住你的腹部 就增加你的腹内压 就我们这样 咳嗽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腹肌 然后增加一点腹内压 我们就不会这样整个缩起来 然后肚子里面就有一个压力了 所以你的肋骨就不会剧烈的活动 或是你真的要一直咳嗽 你就先护住肚子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你是比较长辈 你真的很怕这边骨折 那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你就直接护住 这样子就是用手 告诉我们这边的肌肉 我等一下咳嗽了 麻烦你用一点力 不要让我骨折 是 然后我们再这样 这样子咳 就可能骨折几率会比较多一点 但如果真的还比较严重 我们就双手护住 这样子 咳嗽咳嗽 这样子可能骨折几率 都会比较下降这样子 然后我之前其实是有个案例 如果你有骨质疏松 你给他推拿一定要很小心 就是我有一个推拿师的朋友 就按我的 按他的长辈 他就觉得他有点驼背 就帮他用力压了这个 肋骨胸腿的地方 就压了就啪啪的声音 就骨折了 对 然后他 当然他一听到当下 那个声音也是觉得不太对 那就来我诊所照X光 那就发现是有骨折 不过他们是有认识的 所以就是聊了一下 是亲人之类的 所以就这样子解决掉就好了 但是你如果是 这个比较瘦的 有骨鬆的 去外面做推拿 一定要跟推拿师说 这个手法要小心一点 不然可能会有遗憾的事情发生 是 那如果你很轻度的动作 就骨折还是要小心 比如说有些COPD 慢性肺阻塞性疾病 或者是肋风湿性关节 也可能找伤门 那刚刚其实韦若提到一个案例 是他比较严重 他被医生诊断了一个名词 叫做连加胸 想问一下周医师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骨折状况 我们的胸扩就是 有效的伸展和收缩 来达到吸气呼气的功能 那如果连续三根骨头 连续三根肋骨 每一根骨头都断两个地方 那这个区块就变成一个 游离的肺部区块 当你在吸气时 它反而收缩 当你在吐气时 它反而张开 这时候就会让我们的胸扩 没有办法得到有效的 吸气和呼气的功能 如果这样连加胸形成的时候 甚至会有换气不良的状况 所以医生就会比较采取 积极的医疗方式来做 是 是 是 那因为他当时有做了一个手术 叫做钛合金的骨钉 跟这个所谓的骨板 那我们刚刚其实一开始 也有提到这个骨折 医生是说叫他回家去做修养 到底什么时候是需要做到 这些所谓手术的固定术 如果说这个骨折 真的有连加胸形成 或者是说因为病人 实在是很疼痛 导致他咳痰不能 或者是造成身体上 很大的危难 然后身体没有翻转的时候 医生会考量用 比较积极的方式 来用钛合金钢码来固定 那这个手术技术 引进我们国内 大概七八年的时间 那这个钛合金 大部分都是非常稳定的金属 放在我们身体里面 如果他有锁定功能之后 应该是比较不会松脱 那有效地把这个连加胸 这个异常活动的胸扩 给固定下来之后 他就能够得到 有效地换气吸气的功能 这样肺部的照顾 就能够很明显地改善下 是 所以如果假设说 是连加胸 或者你可以跟你的骨科医师 讨论一下 又或者是你其实 已经太疼痛了 你止痛药都压不下的时候 可能你就跟医生讨论 是否要做一些固定的手术 没错 如果你太容易骨折 其实要检视一下 会不会自己其实有骨松的问题 骨松我们在日程生活当中 要补充哪一些营养素呢 徐医师 好 在营养素上面来讲的话 当然我们一定会想到 有关于维生素D还有钙质 这是最基本的 当然我们在指引上面 有跟大家讲说 以钙质来讲的话 你每天要有1200毫克 然后以维生素D 你就要有800国际单位 然后跟大家讲说 像钙质的话 你可能可以在 譬如说像牛奶 小鱼干 黑芝麻等等 这些食材上可以补充到 那维生素D之所以重要是因为 其实你钙质补了再多 你如果没有维生素D的话 其实它的一个 就是帮助吸收的这个功能 其实就是会大大的减低这样子 但是因为维生素D 普遍国人都会比较缺乏 所以一来是因为 在食物上面来讲的话 譬如说都是一些瘦肉 或者是说香菇等等 它的来源可能不这么多 所以其实最自然的一个方式 可能还是就是 当不是日诊当中的时候 有时候 对 爱美的女生 就是可能防晒一下 但是你把手脚露出来 大概就是晒个10到15分钟 这是最自然的精油皮肤合成 那刚刚保医师其实也有说 就是有些肌少症的患者 他其实就是我们 骨质疏松的一个风险因子之一 这样子 所以其实你要养骨 养出肌肉骨 其实你要不要就是忽略掉 你肌肉本身的一个训练 以及就是锻炼 那本身就是肌肉 很重要的营养素就是蛋白质 如果你并不是肾功能 特别不好的话 就记得还是以你 体重去乘以1.1 这么多功克的一个蛋白质 可能是你一天需要的 那最好就是要有额外的训练 因为其实像我们在看肥胖 肥胖可能什么都不好 可是有些事情可能 他每天都承受他这么多的一个体重 其实就是在训练 对他的骨骼做训练 所以其实肥胖的人的确 就是他骨质疏松来讲 会比瘦的人还要更有一些 保护性的一些作用 所以肥胖的人比较不会骨质疏松 好像有点这样瘦的人比较容易 但就是其实跟大家讲 你还是要有一些负重运动去进行 游泳的话 它并不算是一种负重运动 负重运动是指说 你要对抗一些地心引力 像是比如说跳绳 或者是爬山 然后就是有一些阻力 这样子的一个训练的话 其实对于你的骨骼 也比较能够有加强的作用 像我们在骨折之后 有些人会选择补钙质 可是舒华你说 补钙质其实有顺序的 应该是说 就是可能有一些 比如说大家就想说 要促进这个骨质的一个愈合等等的 是不是疯狂补钙 这个时候可能要什么时候补 或者说我疯狂补 是不是它就会长得比较快 但其实要跟大家讲 其实你钙质的一个吸收的话 我们一天的话 以1500毫克为主 比如说一个钙片大概500毫克 你大概一天就是吃三片 大概这样就够了 你再多补充 它也不会再长得更快 因为我们其实人体 有一些钙质恒定的一些机制 那再者如果说 你的钙质一下子补太多 可能譬如说像是 一些结石的生成 那甚至 譬如说钙质如果是浓度太高的话 你有一些恶心 或者是说开始衣食不清 或者是肠胃的一些副作用 其实也会出现 所以并不鼓励大家 就是一定要疯狂的去补它 是 像我们肋骨断裂之后 当你修复之后 治疗师你说修复之后 其实还是要做一些复健运动 而不是躺在那里 什么都不做 对 有没有发现说 刚刚医师有提到说 肋骨周围其实长满了 满满的肋肌肌 所以你骨折的时候 其实最怕就会出现 所谓的沾黏 多多少少 因为就是固定 固定了一阵子之后 你的肌肉的延展性都会变差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 奇怪 医生说我骨头好了 可是为什么呼吸 还会觉得这边紧紧的 还是觉得不顺的感觉 这边不太顺 所以今天就是要教大家说 如果说你有这个问题了 医生如果说 你的骨头已经长好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 做一些活动 第一个最简单的 我们要先侧躺 侧躺之后 上面这只脚弯起来 到90度 然后放在床上 然后这时候 这个手合起来 我们把你的手 上面的手打开来 做一个上半身的旋转 然后同时 你的下面的手 去放在 你不舒服的 那一段肋骨上面 轻轻的把它 往这个方向去拉动 所以就会变成是 打开 然后肋骨拉 然后再打开 再肋骨拉 那同时呢 你也可以伴随着吸气 就是手打开的时候吸气 是 吐气的时候回来 对 打开的时候吸气 吐气的时候回来 这个运动呢 我们称为翻书运动 你不觉得很像 泥本书 有耶 对 这比较好机一点 但毕竟这个运动 比较适合在家里做 不可能说 你去外面工作 然后还找一个地方 躺下来要这样做 所以我们也可以做成 单脚柜的 假设呢 我们这边有一面墙 你就是靠在那面墙上面 我们现在拉左边 你就把你的左手 放出去 sorry 左脚放出去 然后双手一样合在一起 这时候我们就靠着墙壁 比较稳定的时候 慢慢的把你的左手打开 然后伴随着吸气 去感受你上半身的旋转 然后再慢慢的回来 这个就是 在半柜之下的一个 翻书运动 对 这个其实 除了肋骨受伤的人之外 如果说你有些驼背 或是上班族 你其实做完这个 都会觉得整个胸口 很棒 动起来轻松很多 对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是 你没办法这样 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站着 蹲来蹲去 躺来躺去的话 上班的时候 坐着 其实也可以去松动你的肋骨 那我们这时候呢 假设我要松动我的 右边的肋骨好了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手 右手放在右边的后脑勺之后呢 左手去拉着你的手肘 上半身往左边倒 往左边倒 其实光这样倒 这边的肋骨就已经被展开来了 有耶 有感觉到 但是我们要用呼吸去加强它 所以你可以把呼吸吸到 你右边的肺里面的感觉 吸气 去感受这边这样被撑开来 然后吐气 然后再吸气 撑开来 然后再吐气 那为什么要拉这个地方呢 是因为你的左手 带着右手的时候 你才可以倒到你的最极限 如果说你是直直的这样子呼吸 可能效果就会打折 所以要记得上半身一定要向 这边去做一个旋转 这边做一个侧倒 让你的肺部打开 那两边都可以做 因为通常受伤的时候 不会是只有一边不舒服 因为两边都可能不太舒服 所以你就左右两边都做 当然就是要切记 这些运动一定要等 医生说你的骨头已经粘好了 再做 不然就可能会越做越糟 所以有疑虑的时候 还是要先看医生 先拍张X光 不过刚刚志老师有提到 确实有一些人 他骨折已经愈合了 然而他还是会疼痛 周医师有什么样可能的原因 我们自己觉得说 时间到了我应该要愈合了 但是如果潜尝这个病人 本来就是很骨质疏松 或者是像刚刚徐医师提的 钙质补充不足 他也许没有完全长起来 时间不是绝对的 所以临床医生会透过影像在检查 还有一些理学检查 去确认它是不是已经愈合起来 那如果假设说我们还没有 就是说等于是这个骨折 一般来讲预设多久的时间 其实这个骨折应该要愈合 一般如果是四到六周之后 软骨已经形成 它就不会有异常活动了 一般如果三个月左右 它钙质成绩足够 它应该就是稳定下来 所以其实黄金时间 就是四到六周到三个月之内 这个时候其实是我们骨头 好好修复的一个时间 对 五千年来我们已经知道 就是大概一百天左右 一百天 所以大概你真的骨折的时候 要算一百天 这一百天一定要对你自己的骨头好一点 当然有些人跌倒的时候 不一定是撞到胸口 可能撞到的是膝盖 膝盖大家都觉得 应该只是有瘀青的问题吧 小心哦 有些人膝盖产生积水的问题 严重起来要抽水 甚至有感染风险 当我们膝盖一不小心受伤的时候 可能只有没有瘀青这么简单 它有可能会让你膝盖积水 当你膝盖在积水的时候 有可能没有办法弯曲 甚至连走路都很困难 但是今年47岁的颜承旭 他前一阵子参加 录的一个综艺节目 他在锻炼的前期 不小心就把自己的膝盖 给弄受伤了 导致他的旧伤是复发的 但是在这训练的时间 他就只能用这个另一只脚 来做代偿的运动 但没有想到长时间下来 让他膝盖的半月板是碎裂 膝盖是严重的积水 甚至是肿大 他说他一度是要拿着拐杖 才可以走路 最后只能忍痛 把这个节目给退出了 再来就是艺人兰坡老师 大家都知道他非常会教舞 也会编舞 所以他就说他每一天跳舞 光是跳舞的时间 就要8到10个小时 到后期的时候 他一直感觉到 他膝盖蹲不太下去 甚至他在打棒球的时候 膝盖是没有办法弯曲的 到医院去检查 才发现他膝盖 除了发炎之外 还有积水 后来是把他抽出了 现在是在慢慢康复当中 其实膝盖积水 像这两位 因为可能有个外伤 或者是过度的运动 造成了膝盖积水 但周医师有一些人 他其实完全没有外伤 他还是出现膝盖积水 到底膝盖积水 有什么可能的原因 我们先讲 我们正常人 这个膝关节 每一天大概会有正常 200到250cc的 关节液形成 也大概就200到250cc的 关节液会被吸收掉 所以它维持一个平衡 但一旦如果你是因为外伤 或者是过度使用 过度运动 导致它分泌的过多了 而这个关节浆 开始有点发炎的时候 它吸收能力会下降 就是生产过多 吸收过慢 它就会积起来 这是最大的因素 我们刚刚看这两位先生 都是接近中年的年轻人 他们都活力都还很好 但是他们可能以前有救杀 他没有注意到 他为了想要某一些表现 所以他过度去使用 它这个关节 导致他短期间内的 生产量过大 吸收量来不及 那就会造成这样 肌翼的状况 甚至连退化性关节 也可能会造成膝盖的积水 对 因为退化的关节 它的关节腔的结构体 越加的纤维化 所以它本来的吸收力 就已经不好了 所以有很多中老年人 他的活动量 还不是很大 但他已经是生产过多 吸收过少 就已经会积了 所以其实退化性关节 可能它只是正常的活动 他也会觉得 怎么突然出现膝盖积水 他会觉得旁边的朋友都可以 他们都爬得了山 为什么我爬上去就积了呢 是因为每个人的关节的 健康状况不一样 那因为有些时候 膝盖积水 医生会去做抽水的动作 据说抽出来的水 有时候看颜色 也看得出什么疾病 对 如果说这个 肿脏的关节 疼 因为肿脏会造成病人疼痛 医生就会考量去抽出来 那抽出来的过程当中 如果是一个完全健康的关节液 我们就看到很像 很干净的沙拉油 干净的沙拉油 然后有点粘稠性的 这种很好的关节液 那如果抽出来量很大 而且变成是一个 没有粘稠的关节液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知道 它在发炎了 那如果已经看到 有一些白酌性的这些物质 像杂质的话 就甚至担心它是感染的 那如果是抽出来的东西 甚至有血块的话 我们就要担心说 里面可能有结构体 像十字韧带 或刚刚像说 有半月软骨裂掉了 老师那边有出血了 所以医生可以从 抽出来的这个关节液 就可以初步研判 那当然要比较明确一点点 我们会把关节液送去化验 看看它单位体积内的 这个白血球 红血球 或者是其他物质 有没有增增 这样就可以鉴别说 它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 那一般膝盖积水 当然我们不想等到 肿到很大才去医院 它会有出现什么样的症状 其实最大就是不舒服 会疼痛 然后关节活动度会下降 然后病人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那也有很多民众 会先到一些房间的 这个门诊去接受 初步判定 那医生都会很小心看待 如果说这个病人真的因为 这时间的肿脏 已经造成他影响了 那医生会帮忙 先把液体抽出来 然后经由他的研判之后 告知说他可能是过度使用 或者有可能是发炎的 那这些基层医生 会赶快帮他转介到 需要可以帮得上忙的 医学中心或医院来帮忙 这么想问一下侯医师 我相信你应该有帮人 做过关节液的抽水 而且应该很长 每天都有 是 因为有一些人 其实是不用抽水 医生叫你回去观察 有些是一定要抽水的 请问一下 到底什么时候的膝盖积水 医生会判断 应该要把水抽出来 以上那种液体我都看过 而且我常常看到 真的假的 所以他真的会是乳白色的 对 有点可怕 那个就叫他去医院了 那有几种 就是民众有说 我其他医生看过了 他说有积水 可是他没有帮我抽 你再帮我看看 要不要抽好不好 那我们有几个判断因素 第一个 他症状也没有很严重 我觉得他也没有很肿 影响到生活 他走路有点困难 他不能蹲 那这个我大概就建议就抽 那第二个 看他水多不多 我们超音波 其实放上去 我大概判定的标准 是10cc左右 10cc 对 如果是10cc以内 我通常建议说 你这个其实还好 你就休息附健 在呼吸 回家 冰敷 乐敷 它就会比较好了 如果是10cc 至20cc 或20cc以上 我通常建议直接抽掉 因为水里面是一些发炎物质 它其实会伤害我们的软骨 所以你让那个水 发炎物质那么多 其实对你的膝盖软骨 是不好的 长期而言 你这个退化的几率会比较高 那第三个 如果我看到是血的话 血 对 血的话我就建议抽掉 因为那以后会变血肿 它以后会变硬硬的 我觉得对你整个膝盖 都是不是很好 所以如果这三种状况 我大概就是比较建议 会抽这样子 是 那如果这个 如果它只是 没有不多 我刚才有提过 其实它就是 我大概就复健三宝 就是这样 吃药 复健 带呼吸 多休息这样 复健三宝 那回家的话 它如果已经抽完了 比较舒服 它觉得膝盖卡卡了 我通常会建议它 做一些运动这样子 那我们膝盖卡卡 大概就是跟大腿 骨四头肌 以及后面的国旁肌 以及小腿有关 所以我们就可能伸展这个前 膝盖前后的肌肉 那其实蛮简单的 比如说我这边比较紧 这边膝盖比较紧 我就要伸展 左边的骨四头肌 我们就这样子 所以这个动作是为了让膝盖 可以得到适当的伸展 对 你看我这样膝盖 已经弯到底了 对 所以有的人是不能弯到底 对 糟糕 好像有一点点不行 有展背弯到到底 所以你就这样子 这样子就可以伸展膝盖 区区的活动度 这叫区区 那如果伸展活动度 就是伸展 那如果这样子伸展 这样子伸展可能有点不太够 所以我们通常会借助一个椅子 就我们就这样伸展 然后脚尽量伸直 而且长辈他会说 我走路膝盖都弯弯的 卡卡的 所以他可以做这个伸展动作 所以我们只要伸展大腿的 前面股四头肌 以及后面的国旁肌 就是你膝盖卡卡的症状 通常就可以得到缓解这样 如果你的膝盖积水一直不会好 甚至常常出现的话 其实要检视一下 有可能是其他疾病造成的 大家说话 对 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 她是一个40岁的女性 那其实就是膝盖疼痛 她大概也有三四年了 那当然到诊所去看的话 刚开始还是被诊断是 退化性关节炎 所以就是吃药 消炎了 她就会好 那好了大概一两个星期 就会反复发生 但是后来她也不管了 反正她就是继续吃成药 甚至自己去买这样子 但是后来因为膝盖会反复的 就是积水 积水抽掉了以后 还是春风垂又生这样子 而且后来其实应该是说 不只是膝盖本身被侵犯 就是到了她 就是譬如说手部啊 的一些掌部 这个地方的一些关节 也都有出现问题 对 手腕这边 就是她甚至是做一些 就是比较细微 要转个瓶盖 或者是说 要转开门 有些动作 对 严重的被影响 会痛等等的 那因为其实她 多方 她那个时候绝对是 四处去看 然后比如说看到 我们加一科的时候 因为她已经是 多发的一些关节侵犯 所以当然就是 我们的医学教育会提醒我们 可能是时候去转到 那个风湿免疫科去 对 它是一个 自体免疫疾病 叫做 类风湿性关节炎 那基本上这是一个 全身性 有关于免疫系统上面的 一个问乱 以及失常导致的 一个疾病 就是说你的免疫系统 它应该是要 抵律外敌 就是说去 就是保护你自己的身体 然后去把外来的 病毒细菌给它打掉 但如果说它有时候错乱 就攻击自己的一个细胞 器官或组织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它其实就是其中一种 其实就是它的一个 多发的关节 就是如果是上肢的话 应该就是 手腕这边 然后还有像是 手指一直长骨这里 那如果说是下肢大多 譬如说像是膝盖 或者是脚踝的地方 也蛮容易被侵犯的 通常就是自己的细胞 导致就是说 在关节里面的这些 滑膜它反复的一直发炎 所以它就会有重复 一直积水的一个情况的出现 而且其实还是会有一些 软骨本身的一些侵犯 甚至是局部的骨质疏松 这样子 所以像这种关节炎 它除了特性就是 多发的一些关节发生之外 其实有些人 它会有成肩僵硬的问题 就是患部 它可能会有一些僵硬 然后超过一个小时 而且它休息通常比较不会好 对 它就是像我们 一般突发性关节炎 可能收息它会比较好 对 动的比较不会好 它反而就是 还是持续的一直发生 再来因为是 全身性的一个问题 所以像是比较疲惫 或者有些微烧 还有像是肠胃一些不舒服 甚至是如果到后面 侵犯到了你的肾脏 心脏等等其他器官 也是会让其他器官 会有一些功能上面 一些不良 所以其实就是 关节炎 它的学问的确也很大 千万不要只局限自己 买成要吃 是 所以其实我们说的膝盖 如果你积水 刚刚应该提到 退化性关节炎 过度使用 甚至有些自体免疫的问题 其实也要留意 想要强健你的膝关节吗 广告我回来再教你几招 强化下肢的肌肉运动 如果你常常觉得 膝盖老是疼痛 甚至是积水 你要做的事情不是修修 而是要多多运动 要练的反而是 我们的臀部啊 治疗师 对 没错 其实大家都知道说 膝盖的疼痛 多数都是因为膝盖过劳 对 那如果你一直练膝盖 那不是它就更皮薄了吗 对 我们可以去换一下 我们换个关节去训练 我们去训练我们的臀部 其实有助于我们的膝盖的减压 所以这个时候呢 一样会用到我们的弹地环 对 这个袋子呢 我们就套在两只膝盖的下方 我们要做的第一个动作呢 叫做螃蟹走路 是 大家都知道螃蟹是这样側着走的 横着走的 对 所以我们要先做一个微蹲 屁股先往后坐 然后膝盖不会超过你的脚尖 然后肚子微微收着之后呢 我们慢慢地把你的左脚跨出来 左脚跨 然后右脚跨回来 右脚跨出去 左脚跨回来 这样来来回回 对 来来回回 其实就会感受到我们两侧臀部在用力 紧紧的 但一定会有些人觉得 我这样做腰很酸 对 那其实是因为它太过于拱腰 哦 它在这个姿势里做 这代表姿势不正确了 对 姿势不正确 所以要记得 微微地收小腹 屁股往后推 才可以让你的膝盖跟腰不会痛 而去感受到你的屁股在用力 所以这个动作呢 我们就是向左 好 向右 可以重复大概15下 应该就会觉得 你两侧的屁股有燃烧的感觉 好 有紧紧的感觉吧 对 没错 这个就是所谓的螃蟹走路 那如果说螃蟹走路练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练所谓的单脚的硬举 因为这个动作呢 跟我们走路很像 所以你要把这个动作融会贯通到 你的走路当中的话 我们可以 假设我们今天要练你的左脚 我们就左脚先站着 右脚垫脚尖 双手插腰 做一个类似溜冰的动作 让你的右脚 慢慢地往后滑 重心都在左边那只脚 然后上半身前傾 光保持在这个位置上 你的屁股应该就会觉得紧紧的了 对 然后再慢慢地站起来 开始在发抖了 对 这个动作呢 你做得越慢越有效 越慢越有效 有些人这样很快 其实完全就没有臀部的感觉 所以你要慢慢地往后 然后再慢慢地往前 这个对于有一些跑步啊 或者是上校梯 膝盖会痛的 做这个都会好很多 真的 对 但如果说你现在就是膝盖 很不舒服 它就是有积水啊 那我们日常生活 总会有需要 做到站起来的机会 对 这时候要教大家 怎么样可以轻松地做到站 是 错误的动作呢 是你脚伸太前面 然后你就想要这样 直接这样站起来 就会觉得膝盖很吃力 所以做到站呢 一定要记得 第一件事情 就是膝盖往后收一点 然后既由上半身往前 让你的重量压到脚上之后 屁股再往前往上推起来 所以这个是帮助我们可以顺利站起来的姿势 对 让你做到站 不要让你的膝盖太过于压力太大 而是让屁股多出一点力气 那如果有一些长者啊 他就真的脚没有什么力气 又站不起来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用身体前后的摆动 来带动上半身 这样一 二 先摆动几次 然后顺势往前站起来 你会发现你做到站这些动作 做得越快 越轻松 你反而这样慢慢的就会觉得 哇 我这个膝盖很没力 很痛 所以要记得就是做到站 其实越快是越轻松的 是 那志老师刚刚其实教的是一些 臀部的动作 想问一下侯医师 还有没有什么强化膝盖的动作 可以教一下大家 好 那这里教大家几个 就是全身性的游泳运动 就是对全身的身体都有帮忙 对心肺有帮忙 那椅子是个好东西 所以做运动 旁边的椅子是很大的 那我今天教几个运动 大概教三个 第一个最简单的就是深蹲 旁边的一个椅子 其实就是你没力你就撑一下 可以辅助一下 不要觉得羞耻 对 尤其长辈其实扶着不是安全 扶着其实没什么 就是你要扶两个月也可以 重点是你有运动到 其实我们可以深蹲 譬如我建议长辈 大概从20下开始 你每天加个5下左右 做到这个50下 我就觉得你很棒 大概100分了 50下其实蛮多的 对 但是就循序渐进 一天加5下 那第二个是我常在推广 叫单腿 就是弓箭步蹲 我觉得这个动作也很好 因为它可以训练到臀肌 以及大腿 那我们就往下蹲 它也像是深蹲 但像变化版的深蹲 对 它是变化版深蹲 它是单腿的 然后它会多训练到 我们的身体平衡以及囤积 所以它训练到的东西更多 这样子 那么往下蹲的时候 我们可以站起来就往上 其实是一个连续的动作 就是一个连续的动作 其实这样也比较有趣 你一直蹲其实也不知道在 这个也是要做50下吗 这个大概也是从20下开始 好 因为这个其实强度蛮重的 我现在有点酸 而且会喘 这强度蛮高的 对 所以就是一般在家里 就是有椅子其实蛮方便的 这样也比较不会跌倒 对长辈而言 所以我们大概左右 都可以做个20下 就是一个很好的有氧运动 因为我都开始有点喘 真的有点喘 不过观众朋友量力而为 如果假设你真的做不了那么多 就从慢慢的10下 20下开始累积 第三个我觉得也是很棒的 好 这样子 登阶运动 这也是很棒的运动 教大家这三个运动 是 其实这个动作我觉得蛮好 我们今天讲了很多 大家可能比较少听过 比如说像是肋骨的问题 或者是膝盖的问题 要特别提醒一下 其实在我们的膝盖沉重 其实很重要 比如说我站的时候 沉重体重的一到两倍 假设我今天爬楼梯 其实是我们沉重的四倍 我们体重的四倍 如果今天我是蹲着 可是我们沉重的八倍 因此假设你的膝盖 或你的肋骨受伤的时候 医生会给你一个遗嘱 在特定的时间 记得要开始做复健 千万不要怕痛 因为这个复健 其实可以帮助我们 好好的愈合这一次的骨折问题 健康二点 希望大家骨骼健康 都可以活力四次 我们就下次见咯 大家拜拜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健康主播郑凯云 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帮我们订阅 按赞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另外很重要 在底下有个超级感谢 可以按下去 表达对我们的支持